的確 這一年的中國令人振奮 但這一年的國際形勢卻紛繁複雜 不穩定性 不確定性更加突出 全球經濟持續低迷 單邊主義與多邊主義的較量 更趨激烈 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逆流湧動 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交織蔓延 全球治理體系面臨重重考驗 但這一年的中國 依舊為世界注入了 更多的穩定性和正能量 下面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發布的 《2019年國際十大新聞》 2019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先後七次出訪 足跡遍起亞洲 歐洲和拉丁美洲的 十二個國家 分別出席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元首理事會會議 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峰會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 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等多邊國際會議 2019年 習近平主席還主持了第二届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 和第二届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 四大主場外交 在這些雙邊或多邊外交場合 習近平主席精辟總結中國成功經驗 積極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提出契合國際社會期待 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中國方案 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引領 展現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擔當 10月15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最新一期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 將2019年世界經濟增速下調至3% 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 最低的增長水平 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導致全球經濟減速的大環境下 中國經濟繼續呈現出穩中向好的勢頭 經濟增長率居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首 美國國務院2月宣布暫停旅行1987年 簽署的蘇聯和美國 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 及中導條約義務 俄方隨即宣布暫停旅行中導條約義務 8月2日 美國與俄羅斯先後宣布中導條約失效 英國原定於3月29日脫離歐盟 但是由於相關協議連續遭議會下院否決 首相特雷沙梅6月7日被迫辭職 鮑里斯·約翰遜接任保守黨黨魁及首相職位後 與歐盟商議將英國脫歐日期 由10月31日延至2020年1月31日 10月22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舉行會談 就敘利亞局勢達成諒解備忘錄 雙方就在土續邊界續放一側30公里內 設立安全區達成共識 旭政府軍進駐敘利亞北部多個地區 控制了85%的國土面積 10月30日 由敘利亞政府、反對派等組成的敘利亞憲法委員會 在瑞士日內瓦啟動 旨在通過憲法改革推動政治和解進程 4月10日 包括中國在內 全球多地天文學家同步公布首張黑洞照片 該黑洞距離地球5500萬光年 質量約為太陽的65億倍 3月10日 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在亞迪斯、亞貝巴起飛後墜毀 導致157人遇難 這是繼2018年10月 印度尼西亞獅子航空公司 客機墜毀 造成189人遇難後 波音737 MAX 再次發生重大空難 空難引發全球 停飛波音737 MAX系列客機 波音公司宣布 從2020年1月起 無限期暫停737 MAX 飛機的生產 世界氣象組織12月發布的 最新數據顯示 地球大氣中 溫室氣體含量再創新高 與此相關的颶風、乾旱、洪水 森林大火等極端天氣事件頻線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第25次締約方會議 12月在馬德里舉行 會議通過30多項決議 並就如何落實 巴黎協定第6條 市場機制等問題 做出程序性安排 雖然會議成果與預期有差距 但為下一階段 各方達成共識 奠定基礎 非洲聯盟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 特別峰會 7月7日 在尼日爾首都尼亞美開幕 正式宣布 非洲大陸自貿區成立 並將於2020年7月正式運作 非洲自貿區成立 標誌著非洲一體化進程 取得重大進展 4月15日 法國巴黎聖母院發生火災 整座建築損毀嚴重 引發國際社會對如何保存 維護和修繕 世界文化遺產的關注 中法雙方11月 在北京就中國專家 參與巴黎聖母院修復工作 簽署合作文件 內容 竜 中法 configurations appeared 我們會有 稍等